中和社區布告欄因為設計不良 導致雨嬰 颱風下雨天氣 所公布成列的訊息都會被打釋無法觀看 因此社區也希望將公布欄做改建 在得知這樣的需求後 先月尤號以開地配合款給予協助 感謝我們尤號尤議員 對中和社區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關懷 這一次社區要增設布告欄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這個布告欄都在露天 然後因為木質的關係 然後導致如果下雨都會使公文淋濕 然後或者是被吹走 然後所以這一次我們增設了那個玻璃櫥窗的布告欄 方便里民或社區的民眾來活動中心看我們的公文 還有一些公布的事項 而此次由議員所開地的配合款出的協助中和社區改建布告欄 也將添購新的會議椅以及槌葉機方便社區做使用 我們這一次還有增加我們的會議椅 因為社區的椅子有一些都已經損壞要淘汰掉 所以椅子比較欠缺 所以這一次也在增設設備裡面 然後還有加上我們每個禮拜都有義工隊在打掃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增設了一台槌葉機來讓我們的義工隊能夠在打掃上能夠更加的方便 先念也要肯定中和社區的發展經營 也希望透過他的協助下讓社區設備充足完善 幫助林英才理事長在中和社區可以添購椅子還有吹葉機 還有包括布告欄讓我們的長輩 在有時候社區活動的時候老師來上課都能夠有比較好的設備 那也希望說這一次的配合款還有油耗這邊也能夠協助社區的長輩 做一個更樂活的空間讓我們一起為祖山的未來 以及社區的發展我們一起努力 議長和宋峰肯定有委員對社區的協助 也相信透過相關設備的充實後 社區在辦理各式活動上都能夠更加便捷順暢 記者盧凱竹山採訪報導